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跟着哥哥生活 但一年后 恶嫂又将他赶出家门 哥哥聚内 只能眼看住弟弟四处流浪 成为一名乞丐 后来 村里的一位老郎中献天资可怜 便收留了天资 并带助他上山采药 教他认识很多药材 周天赐天资聪明 很快就认识了许多药材 而且虚心向老郎中请教 懂得了各种药材的药性 老郎中无儿无女 见天赐聪明好学 便又教他如何好迈 如何看病 把自己所有艺术传给了天赐 由于天赐勤学好问 又喜欢钻研 16岁时就可以独当一面 给村里人看病 本想跟着老郎中多学纪念 但17岁那年 老郎中上山采药 不慎掉下悬崖 不幸身亡 周天赐给老郎中买了一副棺材 以儿子身份 披麻带笑 安葬了老郎中 安葬完老郎中 周天赐在村里开了个小诊所 为村里人看病 周天赐不仅勤奋好学 而且心地善良 村里谁家老人孩子有病 周天赐随叫随到 而且开的药不仅治好了病 而且非常便宜 为了方便村里人看病 凡是来看病的 有钱就给 墨钱就自己记住 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给 真没钱 也就算了 因为不记账 周天赐也记不清水欠账 欠多少账 所以也从来没有主动要过账 都是赦账者自己主动送来 周天赐除了给村里人看病 还要抽时间上山采药 他给人看病用的药大 都是自己上山采的 而且亲自泡制 所以既便宜又有效 这一天 他又背着贝楼上山采药 但上山快两个时辰了 还没有采到半楼 但他怕有人找他看病 就准备下山 但背起贝楼刚要下山 却听见一声狐狸的哀叫声 寻声找去 便看到一只白狐被猎人的铁架子夹住 挣脱不了 便发出哀叫声 周天赐心软 即便是动物 也不忍心看到被人伤害 于是便走过去 用脚使劲压开铁架子 白狐的腿出来了 但鲜血直流 周天赐便采了些三七叶子柔烂 用石头砸成糊状 涂在白狐伤口处 从衣服上扯下一条步 将白狐的伤口爆砸 然后说 白狐 你快走吧 如果猎人来了 你就走不了了 白狐冲天赐点点头 便没入一片密林之中 看到白狐消失在密林中 天赐便背好背楼下山去了 刚回到家 就看县村西头的周老爹站在诊所外 天赐赶紧放下背楼 问周老爹 大娘又不舒服了 周老爹说 老伴又上不来妾了 周老爹和老伴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家里还有个四十岁的智障儿子 老伴身体不好 且患有费用 经常气断 还卡血 天赐给他治疗了一段时间 好了很多 已经不卡血了 只是还尚不来气 天赐说 稍等 我拿药去 说完 回到诊所拿了 昨日专门为周老太配置的药 周老爹 跟周老爹去了他家 来到周老爹家 马上给周老太服了药 过了半竹香时间 周老太不喘气了 天赐又给他嚎了脉 说回去再调一味药 吃了就会好了 周老爹说 天赐 真要谢谢你的 我这几天卖药才赚了五十文铜钱 嗨你要捡 我知道还差很多 我会慢慢嗨的 周天赐说 周老爹 您这是干嘛 我说过 您家无论谁看病 都不收一文钱的 周老爹说 这怎么行啊 你也是靠这个吃饭 你已经很照顾我家了 我们家欠你太多 这点钱太少 但你不要我心里过不去 天赐说 周老爹 我说过 不要就是不要 别和我争了 我走了 周老爹说 好人呐 天赐这孩子 就是菩萨心肠 从周老爹家回来 诊所又来了几个看病买药的 周天赐给他们看完病 抓好药 又告诉他们怎么吃 忙完这些 天赐才感觉肚子饿了 便准备生火做饭 这时 邻居王沈端来热腾腾的饭菜 说我知道你还莫吃饭 快趁热吃吧 天赐说 王沈 您又给我送饭 我总是白吃您做的饭 都不好意思了 王沈说 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为咱周家宝全村人忙得顾不上做饭 吃我几顿饭算什么 不过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娶媳妇了 娶了媳妇就有人做饭了 周天赐说 我现在就孤家寡人一个 哪有姑娘愿意嫁给我呀 王沈说 你这魔好的人 愿意嫁给你的姑娘肯定不少 这事就交给我吧 保证给你找个又好看又贤惠的媳妇 天赐说 那就先谢谢王沈 由于天赐勤奋好学 又肯钻研 医术越来越高 其他村里的人也慕名前来看病 就连镇上的大户人家也请他去看病 再加上天赐勤劳肯干 日子越来越好 当年将他赶出家门的嫂子 便又想让他回去给他们一起生活 于是就和丈夫一起来请天赐回去 嫂嫂说 天赐啊 我看你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饭也莫人做 嫂子也心疼啊 你还是回家去住 嫂子给你做饭 哥哥也说 天赐 哥哥以前对不起你 你就听你嫂子的 回去住吧 娘临终前也嘱咐我要好好照顾你 天赐说 哥哥 嫂嫂 我听你们的 我回去住 只是这样会给你们添麻烦了 嫂嫂说 天赐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添麻烦的话 你就安心在家里住 你诊所要是忙不过来 嫂子还可以帮忙 天赐说 那就谢谢嫂嫂了 嫂嫂说 说什么谢不谢的 都是一家人 就别说两家话了 接下来 天赐在诊所忙完回到家 嫂子早已做好饭等住她 她觉得还是有嫁的好 一笔血不出两个粥 哥哥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 嫂子也毕竟是自己的亲嫂嫂 长兄如父 老嫂比母 爹娘死得早 哥哥嫂嫂就是父母 于是 她主动将真所赚的钱交给嫂嫂惯礼 嫂子说 天赐啊 你赚的钱 嫂子都给你攒住 将来给你娶媳妇 天赐说 该花就花 怎么花 都有嫂子决定 嫂子说 天赐真的长大了 这天 天赐正在给周老爹看并配药 嫂子来了 天赐说 嫂嫂来了 您先做主 我给周老爹配药 忙完再和嫂嫂说话 嫂嫂说 我末世 你忙 我就是过来看看 天赐给周老爹配好药说 周老爹 回去把这些药熬好了喝 喝完了再来给您好卖 周老爹拿出二十文钱 给天赐 天赐说 周老爹 我不是说过您不用付钱吗 快拿住要回去吧 周老爹说 天赐啊 你给我看了这一年病 配了那摩多药 却一文钱不收 我心里过不去呀 天赐说 有什么过不去的 小时候您们家也没少照顾我 我吃了您家多少饭 您现在家里情况那样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快拿住要回去吧 周老爹千恩万谢走了 嫂子说 天赐啊 这个周老爹一直看病吃药不给钱啊 天赐说 周老爹和周大娘年纪都大了 干不动了 还要照顾四十岁的智障儿子 我怎么能收他的钱呢 嫂子说 天赐啊 你看病本来就收费少 这些人在看病吃药不要钱 这不赔了钱吗 你开的是诊所 又不是慈善堂 再说 你也要过日子还要娶媳妇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天赐说 嫂子 都是相礼相近 而且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我现在毕竟比他们好过 你就别操心诊所的事了 嫂子说 天赐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现在可不是独身一人 还有哥哥 嫂嫂和小侄子一大家子人呢 再说 还要给你娶媳妇 娶了媳妇 还要生孩子 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天赐说 嫂嫂 我知道了 你回去忙吧 让天赐想不到的是 嫂嫂竟然背着她去给周老爹要钱了 她来到周老爹家说 周老爹呀 我家天赐心软 你家看病吃药从来莫没收过钱 可她也要过日子 还有一大家子人 再说 她也大了 该娶媳妇了 你们也知道 娶媳妇要花大钱的 周老爹说 天赐嫂子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可我每次给她钱 她硬是不要 今儿个你来了 我就把我攒的钱都给你吧 说着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个补包 打开 里面全是铜钱 数数还不到三百文 天赐嫂子说 就这摩歇呀 周老爹 天赐给大娘看病配药也一年多了吧 往勺里说也有十两银子了吧 你这三百文铜钱和不给也差不离呀 周老爹说 天赐嫂子啊 你说的没错 可你看我家现在这个样子 我省吃俭用才攒了这么多 全都给你了 以后赚了钱就给你送家里去 天赐嫂子说 周老爹呀 你看我也不是有意来找你要钱 你家困难我也知道 可天赐和我们也要过日子啊 看在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份上 多少我也不说了 有多少就给多少吧 周老爹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家都是好人 这些钱你就拿上吧 有了钱我立马给你 却说天赐发现好些天了 没见周老爹来取药 心想是不是周老爹也不舒服了 于是便拿了要来到周老爹家 现周老爹正在院子里劈柴 周老爹见天赐来了 便敢紧紧到屋里坐 天赐说 周老爹 怎么好些天了不见您去诊所取药啊 周老爹说 你大娘漠世了 不用再吃药了 再说啊 我们家欠你的太多了 怕是这辈子也还不起了 你也有一大家子要生活 还要娶媳妇 我不能再亏你了 天赐说 周老爹 您说什么呢 什么亏不亏的 我也是吃您家饭长大的 没有你们的照顾 我也不会有今天 大娘的病还没有完全好 还需要再吃一个月药才能好 我把药给您拿来了 快熬了给他吃吧 以后别胡思乱想了 我走了 记住过几天去诊所拿药 然而 到了拿药的时间 周老爹却依然没有去拿药 这一天又该上山采药了 周天赐背着被篓变上了山 让他特别高兴的 使他采到一颗百年野灵芝 如果拿到镇上卖 至少会卖到五十两银子 然而 他们有卖 而是留下 当村里哪个人需要的时候用 因为如果要去别处买 村里莫人能买得起 天赐感觉今天运气特别好 不仅早早采满一杯搂药材 而且还采到一颗百年野灵芝 于是 他准备下山回家 这时 天赐突然发现 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躺住一个白发老太 天赐赶紧走过去 问他怎么了 白发老太说 刚才不小心摔倒了 起不来了 你扶我起来吧 天赐赶忙扶起老太问 您试试看看 还能走吗 老太施主走了几步说 还好 还可以 天赐说 那您家在哪里 怎么一个人来山上了 我送您回去 老太说 哎 我家在山内边 本来还有个儿子 昨天来了一伙强盗 要抢我家东西 我儿子和他们打斗 被他们打死了 房子也被他们烧了 天赐说 那您先到我家住吧 我家只有哥哥 嫂嫂和一个小侄子 老太说 小伙子 你看我一个老太太 我娶你家住 你还得养住我 你我非亲非故 这怎么好呢 再说 你哥哥嫂嫂会同意吗 我还是走吧 我这么大年纪了 会给你添麻烦的 天赐说 莫是老婆婆 如果他们不同意 您救助我诊所 又不让他们养 您不用担心 老太说 你还是大夫啊 看你年纪不大 还真有本事 心肠还这么好 那我就去你家住吧 天赐便带着老太 先回到诊所 把药材晾晒好 然后带着老太来到嫂子家 嫂子见天赐带了个老太太回来 就问这是怎么回事 天赐说 这位老婆婆家里被抢到抢了 儿子也被强盗杀死了 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嫂子说 天赐 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要把他留下来当娘养住啊 哥哥也问天赐 是不是这个意思 天赐说 差不多吧 怎么了 嫂子说 天赐啊 你这脑子是不是坏了 咱们一大家人 日子已经过得很紧张了 你再弄个白吃白住白喝白穿的老娘来 这日子还怎么过 哥哥说 天赐啊 你还是把他送走吧 天赐说 他年龄大了 也吃不了多少 穿不了多少 再说 他无家可归 让他往哪里去 这磨大年龄呢 到了冬天 呃 不死也冻死了 你们要是嫌麻烦 就让他住到诊所去 我也搬过去照顾他 嫂子赶紧说 天赐啊 我也是随口说说 那就让他住下吧 天赐说 那好 他年纪大了 要好好照顾他 嫂嫂说 放心吧 天赐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然而 当天赐走了以后 天赐嫂子立马 就变了脸 对丈夫说 我看你这弟弟 不是疯了就是傻了 平白无故 捡个白吃白喝的回来 还要我们好好照顾住 他这是要把家里 当次善谈了 不行 得想办法 把这个老太太撵走 天赐哥哥说 这怕是不好吧 天赐要是知道了 会怪我们的 天赐嫂子说 你就是个死脑筋 窝囊废 不会想个法子吗 于是 天赐嫂子变心理后兵 对老太太说 大娘啊 我家天赐心软 见你可怜 才让你留下的 也不好意思让你走 可你也要体谅 体谅他呀 你看我们这一大家子人 都要靠他养 你一直住在我家 也不是长久之计吧 老太太说 天赐嫂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天赐只是你一个小叔子 他凭什么要养你一大家子人 你和你丈夫都年轻力壮的 为啥要靠一个小叔子来养呢 再说啊 是天赐答应我留下的 他要不让我住 我便走 天赐嫂子说 你这个老婆子 怎么是个赖皮呢 你和我家天赐非亲非故 他凭什么养你呢 老太太说 是我赖皮 还是你们赖皮 当年你把天赐赶出家门 逼得他成了叫花子到处流浪 现在看他有本事赚钱了 又把他叫回来 你也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我与天赐虽然非亲非故 但他愿意养我 你管得着吗 天赐嫂子大怒道 你你 你这个老妖婆 这是我家 你走 快走 天赐哥哥对媳妇说 有话好好说 这是干嘛呢 老太太说 和你这种人住在一万 我真受不了 你让我住我也不住了 我找天赐去 说完就去了天赐诊所 老太太来到诊所 天赐问他 怎么来诊所了 老太太生气的说 你嫂子把我撵出来了 天赐说 末世 您就住这里吧 没过多久 天赐嫂子与哥哥也过来了 天赐嫂子说 天赐啊 我就说了一句气话 他就跑过来告状了 老太太说 不是你把我赶出来了吗 我哪里告你状了 天赐说 好了 好了 哥哥 嫂子 她过来也莫说啥 我就问她 怎么过来了 她说 她不想在那边住了 我说 那就住诊所吧 天赐嫂子说 天赐啊 看来你是铁了心 要留下这个老太婆 连你亲哥哥 连你亲哥哥 嫂嫂和侄子都不要了 天赐嫂子 天赐嫂子说 嫂子你说什么话 她们就说 她们就像我的爹 她们就像我的爹娘一样 我不忍心看住她挨饿受冻啊 天赐嫂子说 哥哥 嫂子 就先让她在这里住几天 然后我再劝她回去 天赐嫂子气呼呼地说 好了 好了 我们走了 这亲人还不如外人 说完就走了 老太太说 天赐 你这个嫂子这样待你 你还不和她们分家呀 天赐说 嫂子是不好 但她毕竟是我的亲嫂子 爹娘去世后 在哥哥家生活两年的 我也不能忘恩啊 老太太说 天赐啊 你真是菩萨心肠 你对我这魔好 我该怎么报答呢 天赐说 什么报答不报答的 玄道我把您当娘养了 老太太却说 我可不想当你娘 我想做你的妻子 报答你 天赐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吃惊地说 您说什么 你要嫁给我 我没听错吧 老太太说 没听错 我就是想嫁给你 做你的妻子 天赐说 老婆婆 您这是气糊涂了吧 您都八十多了 可以做我的祖母了 老太太说 那又怎么样 你不愿意吗 天赐说 老婆婆 我才二十来岁 您都八十多了 我怎么能愿意呀 别开玩笑了 老太太说 我可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要不娶我 我就拿根绳子自尽了 天赐说 好了 好了 别开玩笑了 你不愿意回去和我嫂子住 就在这里住吧 老太太说 那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娶我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当住你的面自尽 说住拿出一根绳子来 天赐以为老太太今天肯定是糊涂了 便答应说 好好好 我答应娶你 快去那边协助吧 老太太这才笑听 天赐本以为老太太糊涂了 说说过去就忘了 没料到老太太见人就说天赐要娶她为妻了 村里人也以为老太太糊涂了乱说 也没人在意 但这话传到天赐嫂子耳朵里 可就麻烦了 他找到诊所 当着老太太和村里看病的人大声质问天赐 周天赐 听说你要娶这个白发老太 天赐说 嫂子 你别嚷嚷好吗 那都是老太太说的糊涂话 你怎么信以为真呢 谁知道 老太太却说 天赐啊 我可没糊涂 我说的都是认真的 你也是答应了我的 天赐嫂子这一下嚷嚷开了 我说大家都来看都来听听啊 看看我这个小叔子 要娶这个白发老太太做媳妇了 我说你们周家八辈子莫见过女人啊 二十岁的小伙子要娶八十岁老太太 你们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 天赐嫂子越说声音越大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天赐哥哥对妻子说 别在这里胡说了 一个老婆婆的话你也信啊 不料天赐哥哥越说他妻子越来劲 怎么了 我胡说了吗 你问问你弟弟 我胡说了吗 我说怎么从外面带回来 一个白发老太太 而且这老太太来了 连自己的亲哥哥亲嫂嫂 亲侄子都不要了 原来是要娶这个老女人做媳妇啊 围观的人也纷纷议论起来 不会是真的吧 这都哪跟哪呀 这老太太年纪都可以做天赐的祖母了 怎么能做媳妇呢 我的天 这还真是筋骨器官了 这时候天赐也非常生气 出来对嫂子说 嫂子 我们家里的私事 我们关起门 自己说好不好 在这里说多不好 快回去吧 我这里是诊所 还要给人看病呢 天赐嫂子说 周天赐 你今天一定要说清楚 你是要这个老太婆 还是要你的亲哥哥和亲侄子 天赐说 嫂子啊 我当然都要啊 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而这个婆婆无家可归 我也不能把她送出去不管啊 天赐嫂子说 好啊 我就知道你不肯让她走 原来是真的要娶她呀 今天有她默我们 有我们默她 你真要娶她 你就把诊所留下 离开周家和这个老妖婆走吧 天赐说 嫂子别闹了好吗 有什么 我们回家去说 别在这里闹了 天赐哥哥也过来拉住妻子说 别在这里丢人了 快跟我回家 不料 她妻子更加不依不饶 我丢人 你让大伙说说 到底谁丢人 二十岁小伙要娶八十岁老妖婆为妻 这哭爹哭娘的都要笑死了吧 周天赐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 周家宝的人还丢不起这个人 你快离开这个诊所 跟着这个老妖婆走吧 天赐再也忍不下去了说 我也不叫你嫂子了 你也不配当我的嫂子 当年 我才十岁 被你赶出家门 现在献我开了诊所有的钱 又让我回家 看在我哥哥和侄子的面上 这也就算了 我看这位老婆婆无家可归 我就把她带回家 你却又嫌她白吃白喝白住 一心想把她撵走 我告诉你 我不会把她撵走的 你不让她住你家 我就让她住诊所 至于我是把她当娘 养还是娶她为妻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 与你无关 这个诊所是我自己花钱开的 我开诊所的时候还没回你家 更与你无关 你也休想打她的主意 大家也都散了吧 我还要给病人看病 天赐嫂子气的浑身发抖 说周天赐 你爹和你娘死得早 我和你哥哥把你拉扯大 你不但不保安 还吃里八外 要娶八十岁老妖婆为妻 你把周家十八代祖宗的脸都丢尽了 你就和这个老妖婆想扶去吧 咱们走住桥 说完气呼呼的走了 却说老太太见天赐嫂子走了 便对天赐说 你这个嫂子也太不讲理了 明显是想把你当做他们的摇钱树啊 天赐说他就是这种人 我哥哥老实 怕他说他也不听 不过他除了自私 对我哥哥和侄子还是不错的 老太太说 天赐啊 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你要娶我为妻 你要不娶我 让我怎么见人 天赐说 婆婆呀 您怎么也真摸不懂理呀 要是我娶了你 别说全村人 全镇人 还不都笑掉大牙 老太太说 我不管他们笑不笑 你既然答应了我 就必须做到 大丈夫一言九鼎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天赐说 婆婆呀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我娶了你 你还能给我生出孩子吗 生不了孩子 别人就更消化我了 老太太说 没有拜堂成亲 你怎么知道 我生不出孩子来 天赐说 婆婆呀 我认你做娘可以 但娶你为妻的却不行 我好心收留您 您就不要难为我了 老太太说 不是我为难你 是你答应我的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你答应我的 就必须做到 不然 我也无言见忍 还会悬梁自尽的 天赐说 好吧 好吧 我答应你 天赐要娶八十岁老太 为妻的事 全村人都已经知道 只是不敢相信 也不相信 然而 当天赐给全村人发了喜帖后 而且成亲一事就定在十天后 大家才不得不信了 这真是周家宝村第一件奇事 于是 更是议论纷纷 说什么都有 而周天赐也不管人们的议论 与老太太一起准备自己的亲事 周天赐心想 许就娶吧 许了做娘也是一样 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 我不能因为 怕别人议论而让老婆婆悬梁自尽吧 成亲一事很快就到了 尽管村里人不理解天赐为啥要这样做 但天赐对周家宝的人有恩 他是周家宝一百多口人的健康保护神 所以 拜堂成亲那天 村里人都来祝贺 而天赐嫂子也来了 他是来看笑话的 他要全村人都看看 周天赐娶了个八十岁的老妖婆做媳妇 他还想在成亲一事上羞辱一下周天赐和老妖婆 他要在老妖婆身上吐一口唾沫 都是这个老妖婆缴了他的好事 他本想让天赐一直住在他家 再把自己娘家侄女嫁给天赐 让天赐永远成为他家的摇钱树 然而 这一切都让这个老妖婆给缴没了 他恨天赐 更恨这个老妖婆 今天一定要出这口气 拜堂成亲开始了 但天赐爹娘都去世了 哥哥就是他的高堂 于是 哥哥嫂嫂就被请到高堂的位置 司仪喊 一拜天地 新郎新娘对住天地作拜 司仪又喊 二拜高堂 新郎新娘对住哥哥 嫂嫂准备作拜 这时 只见天赐嫂子站起来说 我可承受不起一个八十岁老妖婆一拜 说主突然一把先去新娘头上的红盖头说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睁眼看看 这个新娘是个如花似玉的新娘 还是满脸皱纹八十岁的老妖婆 然而下面却传了一片惊呼声 天哪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啊 新娘子太美了 什么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都比不上天赐的新娘子啊 奇怪呀 不是说天赐娶了个老妖婆吗 怎么如此年轻俊俏呢 听到下面村里人的议论 天赐嫂子有点猛 她转身一看 站在她眼前的新娘 真的是如花似玉 貌美如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天赐也惊呆了 看住眼前貌美如花的新娘 心里特别奇怪 老婆婆哪里去了 新娘满脸红晕 对天赐说 相公啊 快把我的盖头盖上 愣住干嘛 拜堂还没完呢 天赐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把新娘的盖头盖上 司仪接着喊 夫妻对拜 新郎新娘相对作拜 司仪又喊 步入洞房 天赐牵住新娘步入洞房 进入洞房 天赐掀开新娘盖头 问你是谁 老婆婆呢 新娘校主说 我就是那个老婆婆呀 我叫狐狸兰 接着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新娘就是那个老婆婆 而老婆婆正是当年 被天赐救下的那只白狐 白狐被天赐救了后 就决定以身向许报答天赐的救命之恩 但他还不了解天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于是 就变成白发老太试探天赐 经过一番试探 发现天赐的却是个罕见的好人 于是就在拜堂成亲前 用尽所有功力 彻底变成人类 变成一个美貌的新娘 却说天赐嫂子发现天赐的新娘 貌美如花时 大吃一惊 然后偷偷溜出人群 天赐与狐狸兰成亲后 恩恩爱爱 和和美美 狐狸兰帮助天赐打理诊所 为周家保存以及全镇人看病 并继续为贫穷人家免费看病 成为当地医德双薪的大福 天赐嫂子无脸再献天赐 但天赐不计前嫌 原谅了嫂子 并将哥哥嫂子一家 接到自己的大宅院一起生活 后来 狐狸兰为周家生了三男二女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在天赐和狐狸兰的教育下 长达成人 两个儿子跟着天赐学医 成为当地民医 一个儿子经商 成为当地富商 两个女儿 一个嫁给一位书生 后来成为五品官员夫人 一位嫁给一个普通人家儿子 日子也过得很幸福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器官从商 偶旧女子后 发现对方是富家之女 明朝天启年间 杭州寒水巷里有一人名叫吴渭江 他自幼爱读书 少时受当地县衙的影响 想立志做官 寒窗苦读十多年后 终于一脚踏进官场 开始了他的官土 尽管做了官 但事实也并非都能如他所想 那样为老百姓伸张公平正义 相反的 官场上一些尔虞我诈 还让他处处受人排挤 没过几年 吴渭江就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是他当年的同窗好友 范逸特的来看望他 虽然当年范逸并没有考取进士 但官场失忆的他 转而从事商业 正好赶上朝廷放宽限制 范逸的作坊生意结果 越来越顺风顺水 一番交谈下来 吴渭江也觉得官场无望 也想转战商场 不久后 吴渭江就整理了行囊请自回家 并且联系好异国朋友 凭着这些年在官场上挣得的钱 在杭州开了一家异域腌制铺 杭州富家小姐 达官显贵限多了各种腌制水粉 却很少用异域的外来物 对这些包装精美的物件很是心意 开店没多久货物就被抢购一空 吴渭江不仅懂得销售 还颇具谋略 每次都会留下购买者的住址 来了新货就会给他们送些小样 如果买的东西多了 还会附上赠品 价值这些胭脂十分好用 没多久 它就有了不少固定客源 更有甚者还将它引荐给了皇家贵族 久而久之 吴渭江的胭脂铺竟然成了皇家御用 他的身份自然高贵了起来 成为了杭州城内的新兴富商 吴渭江还在其他地方开了很多同类型商铺 聘请了不少看店掌柜 还把弟弟请来和他一起共事 兄弟俩也有分工 不过几乎所有销售的生意都交给弟弟打理 他自己则主要负责每月定期联系货员和按月宴账收账 这样他算是做起了甩手掌柜 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与此同时 苏州有一女子却被赶出了家门 这女子名叫秋月如 原本是秋家老爷嫡出的女儿 秋母对独女又很是宠爱 更是养在身归里足不出户 但在他十六岁那日 秋母却不幸离世 而秋父也整日忙住自家生意 没能顾得上他 索性就将他的小妾王明提到了当家主母的位置来打理家事 而自小不受重视的秋家二小姐秋月白也渐渐有了存在感 王氏年轻时就嫁给了秋父 但这么多年 一直碍于自己小妾的身份不敢跟秋母争讲 也不敢给自己女儿谋的什么 现在自己成了当家主母 自然想要将这些年自己和女儿缺失的都讨回来 王氏当年有多不惜秋母 如今自然也就有多么不惜秋月如 秋父长时间出差在外 也正好给了王氏时间惩治秋月如 上位第三天 王氏就让厨子改了秋月如的早晚饭火事 气得秋月如找到厨房理论 却反而被赶着说有劳才有的 想要吃得好就必须干活 秋月如自然不干 说她是秋家大小姐 他们拿的都是她爹的钱 照顾她是应该的 厨房火继续说现在是王氏当家 做什么自然都是要听她的 秋月如当下就去找王氏理论 王氏看她找上门来 糊弄了一番 说一定会教训他们 这才将秋月如打发了去 可第二天的饭菜却还是没有好多少 无奈之下 秋月如就写了封书信给秋父诉苦 可等了数日却都杳无音信 半月后 一个伙计匆匆忙忙跑进来秋家大门 说老爷回来了 可带众人到了门口 却发现秋老爷正躺在机人台中的担架上 不幸人事 王氏一下扑到秋父面前痛哭起来 秋月如连忙抓住一个眼熟的伙计 问这是怎么回事 伙计说回城途中遇上了风浪 大家都在搬运保护货物 许是老爷在搬运途中被大浪掀翻撞在货箱上混了过去 带到风雨平息 众人才发现了角落里的老爷 这才连忙将他救起带了回来 秋家人听到老爷只是混了过去 都松了一口气 连忙将秋老爷抬进家门 可一连几天过去 秋父都不见醒来 王氏这才差遣人去请了大夫 诊断后才知秋父根本不是昏迷 而是中风昏睡不醒 王氏知道中风是长时间调养的病 花很多钱都不一定能治好 现在秋父病了 秋家就是他当家 自然不想白养住个病秧子和自己情敌的女儿 当夜他就和自己的贴身丫鬟商量 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了他们妇女二人 深夜几个黑衣人悄悄地从秋家运出来了两个大麻袋 连夜就将麻袋拖到了离苏州城数百公里外的杭州城城郊 待到秋月如醒来后就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破烂的麻袋里 在打开旁边的麻袋 竟发现父亲也在里面 想来定是王氏想要独吞家产才将他们扔了出来 可四下料无人烟 父亲有身患中病 如何才能离开呢 正在这时 秋月如听见远处传来牛车的声音 待牛车靠近 秋月如连忙起身拦住道 我们流落至此不知去向 大伯可否带我们到最近的城区 到时将这支差子赠予你如何 说住就取下了头上的发簪 展示给车夫看 车夫运获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簪子 想来他们一定是富家人 到时说不定会有更多奖赏 想住就欣然同意了 又和秋月如小心翼翼的江秋夫 抬到车上 便赶车上路了 到了杭州城内 秋月如如约将簪子给他车夫 车夫看他给不出更多也不再纠缠 连忙赶车回家了 这天 吴伟江收到了京城好友的来信 说是他们今日在青云楼里设宴 想要邀他一句 吴伟江近来乐得清闲 自然十分愿意 青云楼里吴府很近 吴伟江就想住步行前往 前往途中正巧遇见一群人 围惧在一起 不知在议论什么 凑近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一女子正跪在地上 祈求行人施舍 银两救他父亲 可人们却只是围观 却并无人真的出手援助 女子看大家并无帮助之意 急得哭了出来 还说只要有人愿意 自己愿意给他做牛做马来报答 看女子哭成这样 吴伟江心里很不适滋味 连忙拨开人群 蹲在女子面前给了他一丁银子 女子感激地抓住了他的双手 让他带自己回去 称自己一定会报答 吴伟江连连摆手道 姑娘不必如此 助人为乐而已 你还是快带你父亲去救医吧 说罢就起身离开了 吴伟江如约到了青云楼 好友早已等候多时 连忙将他拉入座 酒过三旬 一桌大男人说话 也无所顾忌起来 吴兄年纪也不小了 现在事业有成 打算什么时候昏陪呀 其中一男子好奇道 这哪知道呀 婚姻大事急不得 遇到喜欢的再说吧 吴伟江如实回答道 这倒是 这倒是 对对对 不急 有钱还怕找不到媳妇吗 其他人也七媳妇喝住 一群人喝得七婚八素了 才熙熙攘攘的准备三场 吴伟江酒量不错 并没有完全醉 就沿着来时的路 自己走了回去 带他走到白天遇见那女子的地方 却又看见了那女子 不解地上签道 不解地上签道 这磨晚了 怎么还不回家 不给你父亲治病吗 恩公 白天你给了我银子 我知你有钱心善 心里也很是感激 但我还是想恳请恩公 把我带回家做工偿还 我父亲中风多时 需要钱一致 而我现下既无工作 又无居所 还请恩公收留我们到您家做工 女子趴在地上恳求道 吴伟江看得如此恳切 想住两人实在可怜 自家也不差 他们两人一口饭 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经了解 吴伟江才知道 她竟是苏州海商秋家的小姐 听闻秋家老爷遇了海难 其场女伤心欲绝寻找魏国 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眼下看来 却并不是这样 知道了秋小姐的身份 吴伟江自然不会让她做下人的工作 但也没有让她白吃白煮 而是把她请到了自家胭脂铺做活 还花钱找人治疗了秋父的疾病 秋月如虽然自小养在身归 可对衣裳和胭脂水粉的选择 却十分独到 每次一有新货 她都会加以适用 选择好了再进行出售 凡想好再补货 每次经她支手的水粉销量都很好 久而久之 吴伟江也将选货的重任分给了秋月如 不仅如此 修月如照顾完秋父后 还照料起了吴伟江的日常起居 吴伟江打拼多年 从未被一人照顾的如此惊喜 心里很是感动 对她也越来越照料 一年后 修月如还够了钱就提出想要自立门户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 吴伟江也知道她是个要强的人 也很乐于支持她 修月如就在林杰开了尖格色衣裳店 和隔壁的一语胭脂扑道时浑然一提 经过今年的经营 格色衣裳店发展得越来越好 修复的病情也在长年的治疗中日渐好转 待修复醒来知道了真相 就吵着要回去讨回公道 修月如和吴伟江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来 不仅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也把王室吓了一跳 这些年秋假日见不如已 她本以为修月如再就死在外面了 可看到回来的不仅仅是修月如 连当初病重的老爷也平安无事 正当她想上前哭诉这些年的不意 却被修月如一巴掌打到在地 公然说出来当年的真相 大家知道了 真相也都纷纷指责王室歹毒 众目睽睽之下 王室还是被赶出来修夹家家门 修夹终于回到了修氏妇女手中 无畏将看一切都尘埃落定 也借此向修月如求婚 修月如早已对她心动多年 也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成婚后 也将两家商铺经营得越来越好 俗话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王室贪财 罔顾情义 而江秋是妇女赶出家门 多年后才会遭此报应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